全民族观众大家好,我是川子 总有小伙伴会问我这样的问题 就是我画的这个东西跟背景 它不在同一个世界 融不进去,很违和 像大佬这种又融洽 氛围感又好的画面 到底怎么才能做得出来 我真的算是给跪了 那你算得上是问对人了 本期视频我们就来解决这个问题 让你轻松的做出 大佬同款效果 融不进背景 这个问题你就算去问科班生 得到的答案 无非就是让你去加点周围环境 周围背景的颜色就可以了 实在不行的话 你就去背几种色调 这个方法虽然说没有错 但是要融进背景 它的根本不是在于周围的颜色 而是在于光的颜色上 为了证明我所言非虚 我特意花巨资 买了一个苹果 同样的参数 这是在室外阳光充沛的情况下拍摄的 这是在室内白次灯环境下拍的 其实大家可以对比一下 不同光线下同一个苹果 它的颜色截然不同 这个时候你就会明白 光线是会影响物体颜色的 而违和的原因 就是物体背景这些东西受到的光线 它不一致 你看我把这一张室内的手和苹果把它抠下来 放在室外的背景这张图上 立刻就会显得不搭了 很违和了 那么话又说回来 有东西会问 我本来颜色就化不好 现在还要加上光的影响 你这不是欺负老实人吗 没有那么复杂 我们先讲一个万用公式 一个颜色加互补的光 它会变灰变亮 一个颜色加宁静的光 它不仅会变亮 而且还会变成两者中间的颜色 看起来很难是不是 没关系 一个色环你立刻瞄懂 那咱们先来解释一下 什么叫互补跟宁静 互补指的就是180度对面的颜色 而宁静指的是60度以内的 比如说一个黄色的物体 它在这种互补的光里面 它就会变得灰一点了 没那么黄了 并且还会变得明亮一些 而如果光的颜色 跟物体比较接近的话 比如说这个黄色的物体 跟红色的光 它就会让这个物体 对吧 像两个颜色中间靠一点 会变得偏沉一些 并且要提亮 因为是光 这是为什么一个红色的苹果 它在阳光的情况下面 它会往橙红的方向靠 因为阳光是橙黄色 它会靠近这两者中间的颜色 所以得到的颜色 是一个偏橙的红色 而这一白色灯 它实际上是有点偏蓝光的 所以它就会让苹果的红色 看起来有点发挥 没那么鲜艳了 没那么红了 这就叫做色调的统一 也是氛围感营造的关键 比如说像一些比较经典的电影剧照 像布达佩斯大饭店 或者是天使爱美丽 再或者是春光乍现等等 它们可以说得上是教科书般的 氛围感营造了 所以要想把这个东西去理清楚 我们还需要去介入到两条公式 即一个物体加相同颜色光 它会变亮变鲜艳 还有一个物体的背光区 会含有这个光的互补色 那么接下来呢 我可以做一个实验证明一下 我这里下了几张不同的纯色的壁纸 来模拟不同颜色的光 一个颜色加上相同颜色的光 它会变亮并且会变鲜艳 比如说这里一支蓝色的笔 就在蓝光的造色下 你会发现它好像有一种荧光的感觉了 发白颜色变得比之前更加的鲜艳了 一个相反的颜色的光 那比如说这个红光 你会很明显的感受到了这个笔变暗了 甚至有一点点发黑 那么第二个公式 一个物体的背光区域 它会含有一些这个颜色相反的颜色 比如说我现在给了它一个红光 这个时候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投影 它明显是泛出一种青绿色的颜色 好那么我们换一个光线 用一个黄光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它的阴影是明显偏紫的 在我们自然界当中其实也很常见 比如说像是一些晴天 你会发现一些房屋露面 在一些受光的地方 它会呈现出一种亮黄色 而在一些不受光的一些地方 它会出现一些这种蓝蓝灰灰的这种颜色 所以我们看到太阳光多半是像一些红色 橙色或者是亮黄色 而这些绿蓝色紫色这些光线 它还没有落到地面的时候 就已经在天空中锐利散射掉 所以你会看到天空是蓝色的 所以有了这两版公式 你就可以把一个物体非常具体的描绘在某一种光线下 让它显得不仅非常合理 而且会显得非常有氛围感 如果不太懂 我做一个简单的例子 教大家怎么去用 比如说一个黄色的柠檬 它在晨光的照射下面 那受光的部分 它就会显得更为的鲜亮 那么对于晨光来讲 它的补色是一个蓝光 所以你把它暗部加一点蓝色的时候 你看黄加蓝会稍微的带一点绿色 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景象 那么同样一个柠檬 在一个蓝光或者蓝冷光的情况下面 亮部的颜色会发生一些什么变化呢 因为蓝光实际上跟这个黄光距离是比较远的 所以这个黄色它会慢慢的变灰一点点 并且微微的向绿色方向靠一丢丢 要把它加大量的水变得非常的明亮 所以它亮部具体就是差不多是这样一个颜色 那么作为暗部 当然就更简单了 你在原来这个柠檬的固有色上面 你稍微的加一些纸石土红这种偏橙灰的一些颜色 你看直接就把它搞定了 最后面补上背景 你就会发现这两张画确实模拟了两种不同的光源环境 一个温暖的光线环境下的 一个清冷的光线环境下的 你看是不是非常轻松 那光说不念假吧 是我们接下来就用这四个公式来画一组静舞 让它们处于在同一种光源下 显得非常有氛围感 我们画之前先想一下给什么颜色的光 以及物体各自是什么样的一个颜色的 比如说这个酒瓶 它本身的固有色是一个这种青绿色 然后橙子毋庸置疑 它就是一些橙色跟黄色对吧 这个搭建空间的这个台部 我们就给到一个黄色吧 好 这地方给它一个阴影啊 不知道什么阴影 有时候阴影啊 它就是不讲道理哈 可能这远方有个什么东西对吧 投在墙壁上可能会有些阴影啊 那我们把这幅画的大致的一些造型啊 包括颜色的确立 我们就基本上处理完毕了 这个时候再把主要的光源的颜色给到啊 我们就给了一种阳光啊 那种黄颜色的光啊 酒瓶啊 加到一个黄色的光的话 它会往这种呃 微微偏的更暖的一个黄绿方向去走对吧 但是它不受光的地方呢 对吧 会略微的含有些紫色 你就老老实实的去加光的颜色就可以了啊 啊 再把它本身的固有色 哎 这些颜色画在一些灰部啊 这些比较重的地方 包括这个罐口 最后呢 咱们再给上一些最重的部位啊 它会含有光的互补色啊 所以你在这种黄光的情况下 它会含有一些紫色 所以你就把这种深绿啊 在镇图的时候加一点点紫色就行了 然后直接去加重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橙子的颜色 实际上是跟这个光线是比较接近啊 所以我们在处理这个橙子 受光面的时候要夸张一点啊 啊 非常明亮 非常鲜艳 而不受光的部分呢 它会稍微的带有一些紫色的异味 按照同样的方法 咱们把橘子处理完啊 嗯 画的应该是 简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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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的 接下来处理啊 它的这个空间 一个台面一个背景 因为背景它是立起来的 相对于平着的这个桌面来讲 它的受光 其实要稍微的弱一点点 那你就可以相对应的 把前面这个桌面 把它画的既明亮又鲜艳了 为啥 本身就是黄色的台部 对吧 受到黄光的影响 那还不得翻了天 那趁着这个机会 我们顺便把一些阴影的位置给补上 大胆直接的处理 甚至这个紫色还可以再明显一点点 所以说这张画面 没有怎么具体的去塑造 但是你依旧能够感受得到 这种黄色的光线 快要溢出屏幕了 热烈而饱满 那本期的内容 虽然说有点长 有点复杂 但是对于大伙 在学习色彩的过程当中 可以称得上是 最有含金量的一个章节了 由于时间上的关系 我并不能特别详细的 跟大伙去讲解 因为今天讲的所有的例子 都是建立在我们自然生活当中 比较常见的两种光源 一个暖光 比如说太阳光 一个冷光 比如说阴天或者是白痴灯 或者是室内白痴灯的这种情况 那么像针对不同光源 又会造成什么样的效果 这些内容 我都会放在咱们系统般 作为更为详细的讲解 好本期内容 那咱们就先到这里了 我是一川 关注一川水彩 带给你不一样的色彩小技巧 我们下期见 拜拜